hello大家好我是RT 花田少年史是日本漫画家伊瑟真人 于1993年开始连载的日本漫画 讲述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日本相间故事 而主角就是以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花田一路 某天被车撞之后整天去撞鬼的故事 而他的动画版是在2002年才开始播出 想当年我第一次看到这动画的时候 就是看到台语版的配音 一边看一边心想 台湾居然有这么有趣的动画 说不知竟是日本动画搭上台语配音 那是完全毫无违和感 看花田一路就是要配台语才够味啊 当年想到要用台语配音的人真的是个天才 顺带一提一路妈妈的日文配音是 可怜鲁夫 田中真公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童年的有趣作品 跟他的真正隐藏结局吧 如果觉得这类影片还不错的话 欢迎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当然也可以加入会员 每个月赞助RT多喝两杯饮料 不不闹 先加入会员太麻烦的话 也可以直接点击超级感谢斗内给我呦 那天咱们的一路一如既往地调皮捣蛋 抓着青蛙就往家里的洗衣机里塞 就这样被他妈手机啊追着到处跑 是的 这就是我们的花田一路 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撒掉阿公的不折手段 这要是放到了山国时代 那不是智世之能臣也是个乱世之枭雄啊 最后可想而知的怎么可能听他一个稀高音啊的话呢 后来一路他姐就来恐吓他 居然敢对使者不尽 世人可是会来找你报仇的哦 我就是要看这种接地气的亲切动漫 难得这样的剧情在当时可是相当常见 要是换住了现在 大概又要被烧了吧 不过都国小三年级的还会在家里乱小便 这肯定是有什么心理障碍 而他会这样都是因为他们家的厕所是盖在户外的 像我现在住的老家厕所也是盖在外面的 就连台风天也是要走出去上厕所 实在是靠北部方便的 而且我小时候就跟一路一样 常常不敢自己一个人去上 总是要叫爸妈在门外陪我 哦对了 在户外的厕所有一个很棒的优点 那就是清静大自然 常常你在拉屎的时候 蟑螂也在旁边排队 实在是士巴拉西 因此咱们的一路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这个墨型呢 居然有这么方便的自动插屁股幽灵 他不嫌你的屁股杖 你居然还怕他 好好利用都来不及了 甚至连灭眼之马桶都省了 直接转烂呢 是不是我的琐事所想完全被一路他爸 没跟阿多给撩到了 哎呀一路啊 这个墨型啊很高兴 不然我带你去卡通呢 可是如果真的有这么新鲜的墨型啊 他一定打开大跟拜托 哪里就没用这么多卫星刷 多新鲜的咧 果然是英雄所见略童啊 没跟阿多啊 甚至阿多就连卫生纸都详胜 看来我还是差阿多一大姐啊 而这部台语配音的花田一路 不只寓教于乐 还可以拿来练习台语 像这句给小真的是非常好用的一句话 后来花田一路再度给小 一个不小心把他主辈买的电视机给打烂 就像跟两镜一样 卡地坏由金山 甚至还偷别人的脚踏车 追给他妈跑 真不愧是台语配音 季节地气又很本土化 就像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知道了 一路直接被车撞飞 就这么跑去着荷当僵尸偶像 不好意思 那是别部作品的故事 就像一路跟悠悠白叔的幽住一样 一个灵魂出窍 在旁边看自己的遗体 幸好他没有碰到一个叫牡丹的人 而是看到一个不认识的骷髅头来着 一路便被吓得一个屁股尿流 滚回自己的肉体里 头也因为被撞成怕闹 而被剃了一个大光头 说信只疯了几身就出院了 后来咱们的一路又去棒赛 刚刚出车祸看到的那个漂亮大姐姐 又再度现令 吓得一路直接就掉到了粪坑里去 后来一路跟他妈说看到鬼的事 那肯定是只有鬼才信他说的话 对吧 于是一路一个气不过 居然直接拿爆竹炸他的妈 如此危险的行为 果然还是只有动画里能看见 结果一路还是没放弃 晚餐时间继续把那个大姐姐 就是死去的阿嬷的事告诉阿公 只见这场的每一个鬼信他 就只有咱们阿公被糊的脸歪嘴蟹 结果这一吵 直接就吵得阿公是生无可恋 如此大逆不到的话 也就只有我们一路说的出口 又是换成是我 继续去就继续变了三年欧美出来 哎 我真的说得不得白痴呗哦 对不起那个大姐姐谁也不是 而是一个名为小雪的女孩 咱们一路自从那天走了一趟奈何桥之后 虽然没有碰到牡丹 但是还是跟幽柱一样 成了灵界侦探 整天被魔形啊追着跑 还要一路帮他们完成心愿 后来隔壁阿嬷家的阿洛不见了 手机啊一个恶话不说 就是把一路抓起来审问 殊不知此事跟一路是毫无关系 后面的动物都是看到一路都会跑去未来 不像是动物人家床到高台都会跑得无法吃 天啊我虽然想 大家跟你说哦 既然我们一路走过 连这个草马还不出来 哈哈哈哈哈哈 是的咱们的一路就是如此可怕的蔑视魔王 结果一路马上就在回家的路上碰到阿洛 没错是别人看不到的那种阿洛 原来怀孕的阿洛在路上不小心被车给撞伤 于是一路跟状态二人马上一个三千里狂奔 死也要把阿洛给送去医院 那呢咱们的一路看似荒唐至极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相当有情有义的孩子啊 最后阿洛还是没有救回来 但是却救回了阿洛肚子里的宝宝 殊不知就在这个时候 小雪又跑来找一路帮忙 而小雪是来请一路去找一个名为青狮的男人 这个男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有为青年啊 结果小雪的名字一出就下了青狮 直接把一路拎起来耍 而小雪的目的就只是想要拿回一样东西罢了 却害的一路被吓得尿裤子 这差事真的是非常之吃力不讨好 然而本来得了绝症的小雪 在青狮的带领下完成心愿 在死前去了一次庙会 殊不知也是最后一次 而小雪想要的东西就是青狮在庙会送她的姓名别称 后来在一路的三寸不烂之蛇下 终于说动轻尸把那个送小雪的别针拿去埋起来 就这样完成心愿的小雪便直接成佛去了 只有一路还离别一一的颤遭妈妈一顿揍 果然这差事真的是生鸡人的母 放鸡仔一大堆啊 后来就连隔壁的阿嬷也来找一路 当然又是别人看不到的那种 而鸡串阿嬷是来拜托一路领养阿嬷的小孩的 是不是这边一路说了一句非常对的话 是的真的不要把小孩丢给小孩照顾 这是非常不妙的一个举动 是不是急穿阿嬷还是硬上一路 既然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了 后来不信邪的众人终于得知一路说的都是真的 这么临界侦探花田一路可不是干假的 不过不得不说花田一路里面的鬼在一部荷家观赏的动画里画的还真不是普通的吓人 最后在爸爸的应允下终于让一路去把狗给领养回来 一路你现在去把那些小孩给我看回来 不关大家怎么说 都要让它变成是我们花田斋团的一份主 你的名字就叫做花田二路 是我们花田家的第一狗 周知一路还是晚了一步 二路一早就被急穿阿嬷的亲戚送到收容所去 于是咱们的灵界侦探又在她的办公室会见她的客户 什么是阿嬷是会听不? 听是不会听啦 也不说一试啊 不会听啊还我出来起来 真的就连我也吓一大跳 不会听就好了阿嬷 于是就在一路死不去救二路的时候 幸好有咱们的阿嬷先灵保护二路 她一个恶话不说就把二路给带走 就这样被阿嬷传送到卫生所的一路 被卫生所的人好好地教育了一顿 到底该怎么照顾小狗 回到家后还被妈妈给训斥了一顿 二路也就这么被送到了一路身边 果然灵界侦探的工作就是 有功没想打破的伯啊 再后来就是各种幽灵来找一路帮忙的有趣故事 再再都证明了一路是个负责 又有担当的有情有义孩子 而花田一路的最后一个case 是关于一个名为轮子的女孩 而且一次就用了三集来做铺层 那天升上四年级的一路正在路边吹着笛子 还好她不会吹国歌 不然又有人要在大便的时候立正了 就这样突然一颗石头砸了过来 而这次这个来找一路麻烦的妹子 终于不是幽灵了 但是却没人知道她的名字 看来是一个法力高深的灭世幽灵来着 就像轮子技术在一路的家中 甚至在大家都睡觉的时候 还带着一路到寺庙里探险 殊不知一个一言不合就夺走了一路的春 后来两个人开开心心的在圆切山里探险 还找到一座地藏王菩萨 轮子更要一路每晚来这里 把她一步一步地慢慢给搬回去 就连那只手门犬羊羹也是每晚都要被一路痛扁一次 就这样搞得一路白天上课都在打喝水 甚至还受到一个皮包骨 我看那个吻根本就是在不磨对吧 甚至轮子还说要跟一路结婚 我全都关注 麻烦 什么啊 呃 呃 只是说 呃 女人一直买 呃 呃 呃 结果大家把一路暴瘦的原因怪罪给肚子里长回虫 然而这在那个时代可说是相当的常见 就连我小时候也还是有在做老虫剪体 只不过回虫比老虫还要抢上百倍就是了 后来一路两人终于碰到了寺庙住持 就这样卫装许久的轮子差点就秀出了真面目 后来住持把轮子的故事都告诉了一路 那尊地藏王菩萨其实是一对母子地藏王 一路一直在搬的那尊就是小地藏 最后一路还是不听住持的劝告 直接把住持给痛扁一顿还绑了起来 死乃实力颇战神视野 而轮子就是当年被卖到胭脂户的可怜人 就在他逃走的那天因为走投无路只好跳下断崖 于是住持死去的爷爷便在那个断崖上放了一尊小地藏 借此来供奉轮子 而轮子的妈妈在得知消息后也就跟着消失 就在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抱着小地藏没了呼吸 于是居民便帮忙刻了一尊母地藏 放在旁边一起供奉 最后住持只好去找一路他妈来救一路 而轮子也在这个时候跟一路坦白身份 甚至轮子还想把一路带到阴间去结婚 于是就在一路把小地藏归位之后 轮子也就心满意足地升天了 而且还不是一个人升天 而是带着心甘情愿的一路一起决定升天 殊不知就在这个时候一路他妈终于发现一路的遗体 就算轮子看到伤心欲绝的手机啊 也想起了当年自己伤心的妈妈 最后轮子终于想通了亲情与爱的定义 让一路回到自己的世界去 结果荒野女巫又跑来烦咱们的一路 他跑来告诉一路只要推动地藏王就可以再次看到轮子 殊不知却被一路给拒绝了 他知道现在的轮子才是最幸福的 看来这么演了25集的一路也终于长大 就这样动画版的故事也就来到了尾声 那漫画版跟动画版其实没有差太多 最后一个故事也是轮子没错 只是漫画版还多了一些隐藏剧情 一路在最后一次背着地藏往上爬 却不慎掉下去的时候 其实本来是要摔死的 当时一路帮助过了几位魔形啊 都跑来救助一户免于跌落谷底 注入爱裸体的鸡鸡老子 没碰过女孩的书呆子知田雪 不小心落合逆臂的小心 甚至就连小雪也出来尬聊 其实被一路帮助过的魔形啊们 也都默默地守护在一路身边 根本就没有去成佛 而且一路的灵界侦探能力 其实是有时间限制的 但是却有更多的魔形啊 想要来找一路帮忙 诸如帮魔形啊 潇洒的说再见 又或者把抛弃自己的男人 骂个半死 亦或是让藤原佐维 改下降旗等等 各种各样的心愿 通通都有 就这样一路再度被抄得不成人形 天邪鬼只好再度附身一路他妈 跑去卖锄链玉手 这才让那些妖魔鬼怪下得四处逃善 殊不知有一好就没有良好 这遇守让帮手一伙们 也无法靠近一路来守护他 后来一路为了捡护身符 一个不小心掉到桥下去 差点被车撞成智障之际 幸好咱们二路即使摇走护身符 这才让重魔形啊即使拯救一户 灭于被撞死的命运 但是二路却因此而丢据了性命 而大难不死的一路 也再也看不到这些默默守护他的魔形啊们 最后一路还成为高中一年级的超强先发投手 后来甚至还生了个花田千路跟花田白子 而这个时候也到了PS问世的年代 也就是花田千路跟看着漫画的我们 是同个年代出生的 而这个千路的妈妈就是那个许多人的初恋情人 阿贵甚至肚子里还有第三个孩子 而他们得知也跑到了东京去工作 德路狼爷爷在这个时候也已经魂归西天 而此时的千路正在吵着要买超人 就像咱们邱明山的真正车神一样 我要买GDR 我买辆奔驰给你 我要买GDR 小老律师 我要买GDR 昨天晚上你差点没命啊 昨天晚上我要开GDR 我会撞 你开GDR早就死了 我要买GDR 结果千路一个不慎从高处落下 就这样看到了一路的老乡好门 从此踏上了爸爸的后尘 这也就是漫画版本的真正结局了 也算是一个首尾呼应的完美结局 爸爸一路的能力又再次传承到了他的孩子身上 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 我是RT 我们下次见 拜拜